5232 沪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奢侈品背后的血腥 全球向量的某奢侈品牌特色皮包 被拍出来近300万元的天价 天啊 这个包竟然卖了300万 怎么会这么贵啊 这个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啊 这可是全球著名的奢侈品牌 而且这个包上面还镶砍了钻石 贴上了白金呢 即便这样 那这个包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 拍出这样的价格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知道吗 真正值钱的是包包内衬 用十年难得一遇 完美白化的尼鲁鳄皮做成的 天啊 这个包是用鳄鱼皮做的 当然了 其实不止这个品牌 很多奢侈品牌都在用各种野生动物的皮毛 制成工艺品 之后哪怕标价上百万 也有人疯抢 因为那一张张漂亮的皮 一件好看的皮毛都是无价之宝 啊 用袋鼠皮毛做成的鞋子 用水雕狐狸皮毛做成的大衣 以及用鸵鸟 蛇 鳄鱼等动物的皮 做成的各种包 这些都成为了奢侈品牌 最受青睐的材料 然而在这些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背后 却是血腥和残忍的 你看怎么样 我这里养了很多鳄鱼 很多奢侈品所采用的鳄鱼皮 都是从我这里购买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每年可以给你提供大量的鳄鱼皮 你这里的鳄鱼皮的确不少 只是这些皮上的伤痕太多了 影响美观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要知道鳄鱼生来好斗 身上有伤疤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想要挑出一块完美的皮 需要杀掉成千上百只鳄鱼 而一个跟普通包差不多大的皮包 大概就需要三张鳄鱼皮才能拼出来 你说的没错 鳄鱼背上的皮又厚又糙 所以一只三米长的鳄鱼 只有最柔软的肚皮能用来做包 而杀死鳄鱼剥皮的过程 让人毛骨悚然 为了让鳄鱼肚皮保持良好状态 屠宰剥皮都必须手工完成 封住鳄鱼嘴 用刀割开活鳄鱼颈部 然后再用钢条直接插进鳄鱼脊柱 人工薄皮 而从始至终它都还活着的 天啊 这样真是太残忍了 真没想到鳄鱼皮的获取 竟然会是这样不人道的 不只是这些 就连平常最常见的羽绒服 也和虐杀动物有关 有一款知名品牌的羽绒服 是使用白鹅绒毛和狼皮毛制作而成 我知道这款羽绒服 它保暖效果非常好 很受时尚人士追捧呢 没错 也正因为如此 才会有大量的白鹅被宰杀取绒毛 还有那些狼 它们会因为自己身上的毛皮 而丢掉生命 希望这次能够捕捉到狼 要知道 最近狼皮的价格可是涨了好多呢 当然了 冬天马上就要到了 那家制造厂商 可是需要很多狼皮毛 来制作衣服的毛领啊 我们要小心啊 最近山林里经常有猎人出现 要是被他们抓到可就糟了 一定会必死无疑的 没错 他们会将我们的皮剥下 实在太可恶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的同伴好像遇到了麻烦 我们快去帮帮他吧 糟糕 你这是中了猎人的陷阱了 怎么办啊 你们快来帮帮我啊 不然我会被杀的 要想从猎人的陷阱里逃出来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咬断被夹住的腿逃生 啊 咬断自己的腿 这要多痛啊 这点痛算什么 要是你被人类抓住了 那可会被活生生的剥下皮来 那种疼痛想想多可怕 被活活剥皮 天啊 看来还是断腿的好 不好 是猎人们来了 我们快走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所收获 我想应该会有收获吧 最近这段时间 很多人看到狼在这周围出没呢 天哪 这只狼竟然咬断了自己的腿逃走了 是啊 狼可真是够残忍了 竟然把自己的腿都能咬断 真是很难想象的 为了免受剥皮之苦 那些中了陷阱的狼 要么咬断自己的腿 要不便想办法自尽 而人们却都说狼残忍 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 自己的行为 比狼还要更加残忍上百倍 或上千倍吗 没错 人类需要的只是保暖的衣服 而狼需要的却是自己的性命 为了保暖的衣服 而夺取其他圣灵的生命 这才是真正的残忍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抵制皮草 貂皮 狐狸皮 人类身上所谓名贵的皮衣 都是这些动物的性命啊 是啊 如果见过皮草的制作过程 我想很多人会抵制它的 水雕从小就被关进狭小的笼子里 直至死亡 这相当于把一个人一生关在心理箱中 因为长期囚禁 这些水雕大多得到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自残 啃食同类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受伤的水雕也不会得到任何医治 为了保持皮毛的完整 在活泼之前 它们会承受着惨绝人寰的酷刑 被剁掉四只 从底部切开口 一把拽下整块刁皮 一件顶级皮草大衣 需要几十只水雕的生命 这样一件沾满了无数鲜血的大衣 却被称之为时尚 是啊 当人们穿着皮草温暖如春 而动物它们被剥皮后却冰冷死去 是啊 人类为了自己的欲望 伤害了多少生灵啊 没错 因为我们人类的欲望 很多动物一出生 就注定要遭受剥皮之苦 就像鸵鸟那样 哎呀 这里有好多小鸵鸟啊 你看 它们真可爱啊 你知道 这些鸵鸟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不知道啊 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它们是用来制作名牌包的 你看 你手中的这款包 就是用这些鸵鸟皮 来制作完成的 啊 这里 所有鸵鸟的生命价值 就在它们背部到尾部的 那一小块皮肤 那里的毛孔最均匀 凸起的毛囊不规则的构成图案 绝没有两幅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构图纹理 可是很受大家喜欢呢 哎呀 那些鸵鸟要被送到哪里去啊 这里的鸵鸟差不多长到一岁时 就会被带到屠宰场进行剥皮 啊 鸵鸟在野外可以活很多年 而且鸵鸟爸爸妈妈会抚育孩子直至三岁 可是在这里 这些可怜的小鸵鸟 连见父母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只在这个世上生活一年 便会惨遭杀害 每年都有非常多的鸵鸟 遭受长期虐待之后被财人处死 这只是因为人类想要它们的皮做一个包 是啊 那些外表漂亮的包包里 可是装满着鲜血和跳动的心脏啊 没错 每一件奢侈品的制作 都会给动物带来巨大的痛苦 甚至夺去生命 购买者的虚荣心 奢侈品牌们上亿的市值 都是靠野生动物的血肉撑起来的 最近又有好几头小巷被送来我们这里了 是啊 这些小巷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的父母都死于盗猎者腔下 而且有只小巷 亲眼目睹母亲被猎杀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都会不停地尖叫着 别说是小巷了 我就亲眼看过大巷被猎杀的场景 晚上都会做噩梦 那些盗猎者为了获取完整的象牙 而会将大巷的脸砍掉一大半 惨死的大巷横卧丛林 象鼻被随意丢在一边 鲜血淋漓 尸骨不全的 真不明白 这些动物究竟做错了什么 却要一次次惨遭人类的毒手 据统计 每天就有上亿动物被人类杀害 万物因果终有轮回 当动物一个个灭绝 生态彻底失衡 最后遭殃的还是人类自己 有个小镇设立了众多皮革制作工厂 每年会向全球奢侈品输出大量皮革 但是这些工厂所排放的有毒致癌废气 废水 严重危害着周围的环境 生而为人 我们该有基本的人道与悲悯 我们也该明白 正在食物令顶端的责任不是杀戮 而是保护 很多人在了解到了真皮奢侈品背后的另一面后 都加入了保护动物的行列 在国际时装周的会场 动物保护组织在高声抗议着 这促使众多时装灵兽巨头 祭出了动物皮草禁令 我宣布从今天起 我们将成为灵皮草公司 从今天起 我们公司不会生产销售任何天然皮草的皮包和服饰了 明明我们早已走出血居时代 明明人们都喜欢养宠物 嘴里喊着热爱动物 为什么还会有人会用购买真皮奢侈品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 任何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所以请脱下皮草 穿回人性 请不要忘记 我们人类也是这生物圈里的一员啊 我们要有众生一体 生命一体的 没有分别的这个观念 这是我想我们大家修行 所谓学佛要理解 而且要弘扬的观念 各位要一直不断地去思维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吃素 为什么要爱护所有生命 生命这两个字代表什么 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人类 天道 阿修罗道 来自道 圣者 佛陀 都是一个生命 那佛陀圆满了生命 在这个状态 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圆满 那我们的生命的真相是什么 其实无常而不是有常不是有永恒不变的 是无我而不是有一个单独分别存在的个体 无常无我 苦空无常 这个要不断不断地去体悟 所以佛是圆满的心 众生是痛苦的心态 无论是痛苦的众生或圆满的佛陀 跟我们当下的自己 佛性是平等的 那八观灾界就是要让我们安住在佛性的状态 佛性圆满的本来的状态 你们也没有贪圣事 了解真相 充满大悲 亦圆满无上菩提 这种佛性的状态 所以八观灾界功德无量 诸我莫作 众上奉行 致敬其义 那就是八观灾界的圆满 世诸佛教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实动机正确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